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歡迎歷臨由CASE 台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 所舉辦的探索基礎科學系列講座 本講座施法英國皇家科學耶誕講座 借眾學養居家的科學大師們 一同來開講 邀請有志探索科學世界的朋友們 起居一堂暢談科學 其最大的特色為重視系列與整體性 以課程的概念來設計整體的講座 第26期探索基礎科學系列講座 以Future of AI人工智慧為題 將由多元面向來討論 AI人工智慧的未來應用 從人文、藝術、法律到地質等相關領域 來進行討論 本講座特別邀請到了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李百祺特聘教授 台灣大學地質學系 劉雅軒教授兼系主任 台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蔡正佳副教授 來擔任本期的策劃顧問 一共規劃了九唱系列講座 現在就讓我們一同來欣賞本期的開幕短片 你可以買機器人來陪你了 這是全球第一款有感情的機器人Pepper 它主打的是人工智慧 它可以說話跟識別情緒 安華Go思考全面一路壓著對手打 以事實投降震撼的旗艦 大陸期望苛傑連三場全掛蛋 可責怪自己人家嚇得更好一點 嗨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对于本期的讲座是不是已经有了基础的认识了呢 地震的资料非常庞大 利用传统挑拨的方式又是极为耗时且困难的 而AI的应用能够为这项工作带来极大的改变以及帮助 在本次的讲座中 我们将带领大家了解地震的基础相关知识 以及介绍 AI究竟是如何应用在地震资料的处理上 与相关产业实际应用的案例 借此让大家能够一同了解 AI应用在地震资料处理上的全貌 现在我们就一同来邀请CASE 科教中心的执行长 赖伊德博士 来为我们介绍今天的讲师 好的 谢谢司仪孟臣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科教中心的执行长赖伊德 那今天非常荣幸担任这个主持人 然后来介绍郭正浩老师 郭正浩老师毕业于这个美国州立大学的 纽约州立大学的宾探顿分校地理 地震跟地球物理学的博士 那他现在是中央大学的地球科学的教授 那他也是研发处的产学营运中心的主任 那同时呢他也是地震灾害链的风险评估 跟管理研究中心的合并的老师 那郭正浩老师的研究领域呢 包括地震学 然后地球物理探勘跟地体动力学 那他的发表能量非常的就是丰沛 就是已经有超过50篇以上的 就是期刊的论文 然后近期他的研究呢 是领域在这个地震的余震序列 地震的地体构造 盲断层 还有台湾海峡的活动断层 跟地球物理探勘 那现在是结合大数据 然后深度学习的方法来分析 这个地震的数据 那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 郭成浩老师最近也还 好像才刚从北极圈回来 他带着就是他的团队 然后跟 是不是波兰的团队合作 在北极圈布置了 好像40台的地震仪 然后去监测那边的地震的状况 那当然因为北极圈有很多的冰河 然后冰川 那这个冰河也会破裂 或者是说有崩解的时候 他们当然会造成一些震波 那也有助于我们了解 北极圈的这些地质的状况 那我们相信 郭成浩老师今天会为我们带来一场 非常精彩的演讲 我们就欢迎郭成浩老师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郭成浩老师 那今天很荣幸可以参加这场的演讲 那其实主要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其实这三四年来所做的工作 那其实对我来讲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那也想说从这个 我自己本身的角度去介绍说 这个AI到底在地震学的革命 其实基本上从基础上的革命 那其实这个不仅在我自己 我等一下会介绍一下说 在全世界基本上也是开始了 那很多工作基本上 从地震资料处理工作 都需要AI相关的人才 OK 那其实这个工作 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位 其实有我的工作团队 像中央志工系的庄永裕老师 然后还有我的学生们 黄俊明 张立恒 管卓康和孙维芳 那其实我需要讲一下 其实我之前是在气象局工作 那是国防疫服役了四年之后 出国读书 那其实很凑巧的庄永裕老师 跟我一样是国防疫 然后我们去 我去美国读书 他去日本读书 那他念的就是 类似像AI方面的 结果回来我们到中央 然后一起合作 那其实我们各有专场 所以才能完成这个工作 那其实在整个研究上面 其实像我的学生 黄俊明还有张立恒 其实做了很多的城市上面 还有的分析 那管卓和孙维芳主要是基础资料 那这个QR Code是我的实验室网站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其实 AI的浪潮 其实我题目其实很长 AI浪潮冲击下 所谓浪潮冲击 其实对我自己的冲击 如果说三年前问我说 AI其实那时候在科技 一直在推AI这个事情 那对我来讲 第一步就觉得很排斥 因为其实我大概就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一个基础资料处理 那到底AI可以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我是怀疑的 所以这个AI的冲击 基本上对我自己的内心的冲击 然后到了真正去了解 然后才知道说 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那资料处理分析上面就是说 我怎么用AI来处理 OK 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冲击 我先大概介绍我的工作历程 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在2002年 硕士毕业之后就在气象局工作 那其实我做的一件事情 其实本上就是地震定位 那可能在各位听众 观众可能觉得说 这个地震定位好像是非常流行 可能在五六十年 进去非常流行的东西了 可是一直在整个 甚至全世界作业以来 它都必须要有一个工作人员 然后去每天定时的 去把地震的位置定出来 然后去把这个 我们所谓的地震的资料库定出来 那我们才说地震大概 每天发生在什么地方 那左边这张图可以看到就是 中央气象局的地震网 那大概现在有100个车站左右 以前大概70几个 那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做地震定位 那做了四年 那后来到了美国读书之后 2007到2011年 那博士生基本上 我们是在台湾部了 大概3000个车站 那基本上也做的是 地震定位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这个地震定位 本身或挑地震波子 本身就是我大概 前半个工作历程的一个经验 所以其实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那基本上整个博士论 我大概就定了3700颗 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3700颗大概花了我两年的时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有感觉 我们定一颗地震到底要怎么定 到底花多久 那我们看一下左边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们在 西部平原部的地震站 大概有200颗左右 那右边是我们定地震站的过程 我请我的学生录影一下 其实定一颗地震大概花10分钟左右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一天大概如果真的是 工作8个小时 你只能定了48个 那我刚才有大概算一下 3700颗我的博士时间 如果说用1000颗来算 大概要770天 就真的是两年 所以基本上都在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一下 地震挑拨的整个过程 真正这个是录影 大概7分钟左右 我大概快速地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基本上我们先把地震波挑出来 然后大概看一下 一个一个看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说 你需要看100个车站 然后仔细地挑选之后 像很多都是杂讯 这个都是我们的时间 OK 好 大概看一下说 然后往后看 所以经过挑拨 你把这个地震波挑出来 然后完成定位 然后最后再重新挑 所以到最后 挑的结果大概就是 大概要7分钟左右 可以完成 10分钟左右 所以你看到这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耗时能力的工作 那其实在刚刚开始的投影片 有介绍说 其实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个方式 把AI的方式 把地震挑拨的非常努力的工作 可以把它有效率的 让它能够减少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花费在后面后续的解读 解读和研究上面 OK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 就是其实今年的成功的案例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快 我们是2021年 其实大家有感觉 在4月开始 在受风地方就有地震 然后我们在那附近 布了66个侧站 然后一直延续到7月 那其实我们收回来之后 我们就用AI 其实大概就可以两天 其实两天包含把资料 放到server上面 然后订完 那可以订到 其实将近8千笔左右地震 然后其实非常非常准确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 这个其实是很快速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做资料的判读 了解说这里到底是 怎么样的断层形态 所以这其实 少得非常非常多 OK 那我说这个冲击 到底对我什么冲击 其实我回到中央大学之后 我们其实后来 就慢慢开始做 追证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要追证 追证其实就是非常重要 每次地震 就是告诉我们地下有破裂 那可能在地表看不到 那就是一个机会 去把这个地方的破裂面照清楚 我们知道说这里有破裂面 相当于在地池调查所的 活动断层调查一样 那只是我们调查地下的 所以这一个非常重要资讯 当你没有去做的时候 基本上就没了 下次就可能就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左边这个 基本上是我们在2018年 2月6号的地震之后 我们2月10号基本上把都地震布完了 OK 那大概布了将近七八十个左右 那我们真正整个处理完是2018年的7月25 所以大概半年时间 那真正消化的地震资料大概1685颗 那在相对气象局的地震大概三四百颗左右 所以基本上 我们不仅量值非常非常多 所以花费的时间非常非常多 那到最后像今年的7月 我们就利用AI 基本上两三天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说这个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而且是准确的 OK 好 那这是从我自己本身这个资料处理官 这本来是我的工作 然后必须要说有效率把这个东西弄好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全球 那全球有个USGS 叫美国地质调查所 是全球算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地质调查的政府单位 那其实它有负责做地震的监测 那你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上 其实开始公布说 我们这是2021年的3月 就今年的3月 开始公布说我们要开始做 用AI的方式去做地震定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9月28教师姐有收到的一个讯息 这事实上是给大家地震的从业人员去看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这样的人员 就是说我们现在资料量非常庞大 那我们需要类似像AI的这样的一个资料处理人员 去把这些资料做处理 那这个讯件是来自CALTEC 那相信大家有些人对于美国的科学研究有了解的话 CALTEC应该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一个研究大学 尤其在地震学上面 所以你看到说它其实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一个趋势 已经跑不了的趋势了 从全球上面的观点来看 从人的需求 然后在资料需求也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资料库 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从1992年一直到2019年 那它重轴是 它的资料的量 500TB在这个 400 300 200 100 OK 然后横轴是时间 那你看到从2002年开始 资料慢慢慢慢的成长 到2012年之后变成指数性成长 那可以看到说主要的成长是看 因为这个是主要Iris是属于美国的政府单位的一个 一个地震资料库的储存 那可以看到说这个在近十几年来 慢慢慢慢的它资料量非常非常大 然后现在已经累积到了 其实超过500TB 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资料 你用人去处理 基本上是已经是不可能了 那你可以想象 如果说真的要用人 可能是需要多少的人力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势必要走的趋势 那可以光从我自己本身的实验室来看的话 我光我自己的实验室就有 从我进来一直到现在大概就有7TB 这其实可以让我做一辈子的 如果说用传统的方式去做分析的话 应该可以做到我退休的可能都做不完 所以这是你看到这个需求 那你看回到7TB的话 基本上已经是在相当于2004年这样 全世界的一个资料库的量 所以可以看到说不只在我本身的实验室 你可以看到全球各地方这个地方 各个的资料库的急速的增长 所以这是必须要的 那可以想象说在AI 其实不只在地震上面 还有其他的应用上面 那因为我现在是产学中心主任 所以跟产学业界基本上连结非常非常多 那你可以发现说业界在传统产业上面 它必须要转型 那我们就必须要媒合 那媒合基本上就是要找AI的专业的老师们 这是我们的课程 所以这个其实在各方面 基本上都产生了一个冲击 那势必我们必须要朝这个地方走 那从经济效益上面来看呢 那因为我可以 因为我之前在气象局工作 所以大概知道说气象局之前的作业模式 那我之前就专门在做资料处理科 那资料处理科大概专门做资料就5到6个人 那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个变成AI去做处理的话 那变成只要做一到两个人做后面QC 那你剩到4个人 能力就省下来 那一年省了将近三四百万的经费 那只是单一的单位 你也可以想象说在全世界到底 可以省掉多少的经费 那可以把能力做到其他更有效率的地方 去做研究或分析 OK 好 那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说 我们怎么样利用AI来协助解决地震课题 那其实我现在写的123 地震挑拨 地震预警 然后除油层预测 是我真正切切在参与的一个案子 那像地市等等等其实非常非常多 那地震挑拨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基础 那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然后第二个地震预警 相信大家其实对于地震预警 有些有点熟悉 那现在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 那未来想要怎么样去发展 那我也跟大家做个介绍 那怎么AI怎么介入到 这个地震预警上面 那第三个就是除油层的预测 那怎么样用AI来做油层的预测 那这其实刚好非常的特别 这三个题目刚好是 产观学都有 从学界的 然后地震预警是官方的 然后除油层是产学的 所以等于是你可以看到说 地震学可以用到不同的面向 那刚好我都有参与到 这三个面向的一个工作 好 那我们先回来 先谈一下地震定位本身 可能大家觉得地震定位 其实非常简单 可能高中都已经教了 非常简单就是解零令方程式 那我大概来讲一下 我们细讲一下这个 让大家回顾一下说我们怎么做地震定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们有ABC三个车站这个地方 那我们可以收到不同的地震 A是最近的 所以它的地震来的比较快 然后B次远 然后C是最远的 那我们要求这个震源的发震时间 还有它的位置 所以我们有四个位置数 那我们可以其实用很简单的方程式 地震波的震波走时 等于距离除以地下震波速度 那我带入这个公式 T0 X0 Y0 Z0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所要求的震源 那Ti XI YI ZI 就是我们的侧站 比如说这个TA到时时间 侧站A到时时间 XA YA ZA 就是侧站本身的经纬度 那我可以根据这个来求连力方程式 那我们有四个位置数 基本上四个就可以求到 那感觉上是非常非常简单 其实中间有些复杂的因素 比如说这个速度 速度基本上是地下的震波的传播速度 这个速度是非常复杂的 是一个空间的函数 那像台湾它的变数其实非常大 比如我们可以知道台湾断层有很多 然后又中央有中央山脉 然后到东侧又有海岸山脉 你可以想见它的地下速度 构造变化得非常非常快 所以你在求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准确性基本上就是有问题了 那我们先大概知道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求解 那问题在哪里呢 等一下我们再说 好 那在实物上面 基本上我们在做地震定位的时候 即时速报系统有个自动挑拨系统 那其实这个没问题 因为即时速报它是用强震 然后强震基本上波形都非常清楚 那这一个地震进来 我们做稍微滤波 那我们可以用长期的平均值 和短期的平均值去把这个地震波挑出来 它的批波到了我就可以挑出来 那这是用自动挑拨形式 那这基本上 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侦测性相对的准确 那再来就是比较小地震 像这个这是花莲的地震序列 这个大概在20分钟将近有40个地震 非常非常密 那这个通常就会进到人工挑拨 那人工挑拨基本上就靠我们的眼力 就是你的labor 你看这个就是非常辛苦 每天就是要做挑拨的动作 那举个例子 像我基本上做完四年之后 我之前是用滑鼠是用右手 现在变成是用左手 就是职业伤害 这个是没办法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里面的人 如果说是气象局 你看到有些人都戴户套 那基本上都是长期定位下来的结果 那我会把完整故意把它标出来 所谓完整基本上不是真的完整 因为是我们人眼看得到的 那甚至可以挑的到才把它挑出来 所以这基本上是有它的 本身的缺陷存在 好 那地震定位本身有一些它的困境 我现在列了四个 那这基本上是 现在还是一个非常存在 甚至在台湾地震定位是存在的 像测站分布的不均匀性 怎么说 如果像是地震发生在东北外海 因为我们没有地震站 所以它定位的基本上就不准确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应该在这今年初 有一个地震及时警报 发了14次警报 大家被吓醒了 觉得到底发生什么回事 那主要是因为它地震偏一边 所以它地震定位一直持续不断的更新 所以变成14次的警报 告诉说这个好像有14次地震 那事实上只有一次 那这个就是代表说 这个是测站分配的不均匀性所造成的 然后第二个是地下震波速度的不确定性 这就是这个 这个下面这个彩色图 这个白白 红红 黄红 蓝蓝的 这代表说 这其实震波速度是会变化的 这个其实我们没办法掌握 然后第三个是GPS时间的准确性 我们现在地震站基本上用GPS教时 可是如果说你看GPS跑掉的话 你地震波的时间也跑掉 一跑掉你的地震位置也跑掉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会造成地震定位的问题 那第四个就是人为挑拨的主观性 那有时候你今天可能心情比较好 就挑比较仔细 然后你可能第二天觉得比较累了 然后你就随便挑一下 所以这基本上就会造成不确定性 那这个其实基本上 刚才这些问题 除了E2 测站分布的不均匀性 和地下震波速度的不确定之外 三是基本上 我们可以用AI的方式 慢慢把它的这些不确定性给挑出来 这基本上是可以做得到的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现在台湾地震的定位的误差 大概将近三公里左右 那三公里是什么概念 那像我现在在台大的校园 那三公里之外大概就在青年 青年在万华的 那是植物园那附近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距离其实非常远 那你可以想见 如果说我们要判断一个断层 像比如说大家可能在新闻上才会听到说 这次的地震是什么样的活动断层所造成的 那可是你可以想象说 它的地震定位误差是三公里 那有可能它是可以跳到另外一个断层去 所以其实对我来讲 如果能够把这些地震定位本身的误差可以缩小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更确定说 到底是哪个断层发生的 那这是我们可以地震学家可以做的事情 那可以做的事情基本上我们的手段 第一个就是把地震测站加密 第二个就是把地震的定位的精确度给增加 那这个基本上都可以用AI的方式来去做处理 OK 好 那第二个来谈一下地震预警 那相对于大家可能是比较熟悉一点 那因为我们对于地震预测 基本上还有一段的距离 就是因为我们对地下构造 基本上刚才讲的那个速度V 我们基本上是不清楚的 就是完全掌握没到那么的精细度 所以我们对于整个下面的构造的行为 所以地震预测基本上是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我们目前能够解决的方案就是地震预警 地震发生后 我可以争取S波到我们位置的地方 去做快速的反应 所以这是叫地震预警 那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知道说地震有P波X波 那P波跑相对比较快 所以我们争取到P波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出预警 那在S波来临之前 我们可以做一些政策的决定 所以这张图可以看到说 地震发生的时候 P波跑得比较快 那P波侦测到的时候 它就可以发出预警到其他地方 那S波还没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紧急的处置 这是一个地震预警的基础概念 那在实物上呢 其实在实物上有区域预警和限定预警 那区域预警基本上就是说地震可能离我们所在地可能相对比较远 所以我们基本上有时间去做反应 那反应时间相对也比较长 那限定就是我现在可能地震发生在我们附近 那我不需要去定到说地震位置在哪里 只要我真的要P波 从P波的讯号我就可以知道它可能会有多大的地震洞 我可以来做地震的限定预警 那限定预警它基本上时间就比较短了 可能3到5秒 那去预警就看距离可能10秒到20秒左右 所以这个地震预警基本上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大家在做决策的时候 或是在政府单位基本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气象局 他们现在说我现在可以将地震发生后10秒 我可以算到所有的参数然后发出预警 那这个10秒基本上就是他们所谓的盲区 那10秒在地震X波它给传播大概将近35公里到40公里左右 所以这35公里到40公里基本上就是盲区 那现在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说 好 我们现在有办法再把这个10秒缩短更少吗 5秒 有没有办法 这是我们现在想要去做的 那这个就是AI可以进来的地方 那这个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说 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10秒变成5秒 可不可以不要求位置 规模 还有各地震度 那我可以直接把这些东西都算好之后 直接发出预警说这5秒我已经可以知道哪个地方 即将有多大的震度 OK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 那另外一个第三个就是石油炭刊 那相信我们现在很多东西用的基本上是石油 虽然说现在可能朝向绿能 可是石油的使用基本上还是少不了的 那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我跟一个油公司在做的合作 那其实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怎么碳石油 其实碳石油最主要还是从地质学家着手 他必须要知道什么样的环境 比如说什么样的年代的地层 然后什么样的封闭构造 所谓封闭构造可能是折兽或者是断层等等 那我去判断说在这个地方 专警可以获得石油或者是油气 OK 好 那在实务上我们在做专警之前 基本上要做一个政策 那政策基本上就是用主动证员去打地震波 到地下之后然后回收 然后去看下面的构造 所以可以看到说在我们这边右下图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 整个做完三维震波的一个 有点像是地下构造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地层 有倾斜 有折皱 然后地质学家基本上就根据这个资讯 这三维的反射政策泡面 去决定说可能这个地方有封闭构造 我钻个井 然后去看说到底有没有油 那钻井的同时也会做警测 什么是警测呢 警测是测量很多的物理量 比如说它的岩石的密度 岩石的批波速度 岩石的X波速度等等等等 所以它有很不同的物理参数 那在三维震测剖面做完的时候 它基本上它从振波的强度 它可以去算出其他我们叫做政策属性 它比如说可以算出它密度 然后它整个三维 volume的振波速度 批波速度 密度等等的物理量 我们叫政策属性 那就根据这两个主要的讯息 我们来判断说哪里可能有油 可是呢 真正的困境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资讯实在太多了 像政策属性 这个我现在只有列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 那事实上它可能是有二三十个政策属性 那钻井呢 每钻一口井 基本上它的成本就是以益来起算 那根据统计 其实我大概看一下根据统计 真正钻十口井 真正能够找到油的大概可能一口 所以你可能要花了好几十亿之后 可能真正只有一口可以钻到 这已经算成功了 那我以为算是我的恩师 在中游服务的一个吴明贤老师 他有得那个台湾的十大青年 那就是因为他能够在十口里面 找到三口油井 所以你可以知道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这个其实 这个非常吃经验 可是在吃经验的时候 你怎么样从这么多的政策属性 还有这些构造去合起来看 因为其实在人为的判断 基本上都有一些盲点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用相对于 比较客观统计的方法 去做判断之后 再从人为的角度切入 那这样成功率基本上 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用AI的方式 帮企业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在未来的可能三四年 如果大家有听到某个油公司赚很多钱的话 那可能就是我们预测成功了 因为这是去年结束的案子 OK 那他们赚钱 其实我们只学到经验 就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资料 OK 等一下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好 那其实深度学习可能 有些观众们大概可能都知道 那我们先要定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深度学习 到底是要学习什么东西 资料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从这问题开始出发 然后所谓的librating data到底 我这个有没有标签化 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识别 我等一下会再稍微介绍一下 那它可以有没有识别的标签 可以分为可监督性和非监督性的 所以它可以分为两大支 那之后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那真正像我现在真正有用到的 就是一个类神经网络 然后在非监督式的只用到PCA组成分分析 那之后会介绍说我怎么去用这个 那市场还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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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计算方式 AI的计算方式 那只是说我们需要用到什么 其实基本上这个其实我都是跟资工系老师讨论说 这样的资料形态我需要这样的结果 那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析是会相对比较好 那当然布林只有一个方式可以分析 它基本上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做分析 那只是我目前先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处理 OK 好 那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监督式的 一个是非监督式的 那可以看到说这个 左边这黄色是监督式的 就是说我现在先辨别说 这个是鸭子 那其他不是鸭子 基本上我已经给它标签 告诉说这个是鸭子 那我把这个鸭子的标签先贴好 然后再去做训练 那到最后 它是一个影片告诉我们说 这个是什么东西 它基本上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是个鸭子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要先告诉答案 然后让这个机器 这个整个所谓的黑箱 去做训练 把参数挑挑挑挑挑 我可以真正认出一个鸭子 那鸭子有不同形状 像这个有绿头鸭 然后有黄的 所以它基本上不同颜色 我都可以去做区别分析 那只要说 只要这个鸭子的形状出现 我就可以去辨别这个鸭子 那讲个可能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像我们现在登录 Google账号 常常会辨别说那个图 就是说那个是红绿灯 那个是脚踏车 基本上我们是帮Google训练 那个免费帮Google训练那个图 就是告诉他 这个是红绿灯 这个不是红绿灯 这个是人 这个不是人 OK 所以我们是免费帮他训练资料 然后帮他做资料化标签 那非监督式基本上是 我有好多种不同的动物 那我可以用AI的方法去做区分 他可以把这个是 群内分出来 然后 然后兔子分出来 然后这个是 幼鼠分出来 基本上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 他可以用他的特性做区分 那分出群之后 我们再判断说 这个东西大概是什么 所以这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 一个是有标签 我们先把标签弄好 告诉他这个是什么 这个可能是鸭 这个是狗 这是什么 然后之后我们再把它丢进去 然后告诉他 这个基本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 动物来做判断 OK 那类神经网络 所谓的监督式学习 基本上我们是先告诉他答案 然后比如说这个是手写的9 然后他把它拆成 他基本上是用 基本上这个类神经 都是用从涂层来开始的 他把每个pixel拆成 所有的神经元 然后神经元之后 再去做拆解 把这个9 拆解某个小线段 然后之后呢 再把它拼凑成 比如说9 有个圆 有个一条 OK 那有这样的现象 它就是一个9 然后最后如果说我在图层 有判断 有个 一个圆圈 一条的时候 它就是个9 这是从0到9的数字来做判断 那当然因为其实我们的9 如果说是像我们电脑打出来 那个辨别是没问题的 那困难是困难在说 它的9 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 所以它变成必须要 很多很多的图形 去判断说 每个人手写的9 到底长成什么样 那有这样的特征 我就把它判断成9 那这个回过头来想 我们的地震波形也是一样 地震波形 基本上它也是非常千变万化的 所谓千变万化 它可能 规模大一点 规模小一点 然后它前面可能有杂讯 因为可能 我们在都会区有杂讯 然后它有些前面小震动 后来批波进来了 所以它基本上也是一样 我把它当作是一个 可能就是9 可是它的变化形式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把这个9都告诉它 各种情况都告诉它 那等到下一个9来的时候 它就知道 这个原来就是9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的概念 在做这个事情 好 那在非监督 基本上就是 有点像统计学上面 我把一大部分的资料 然后我可以做一个 有效率 或者是把它降为的分析 所谓降为可能是它有 二三十个相关性的参数 那我把它降成四到五个 主要的成分 然后来做分析 那这比较让我们可以 好好的做判断 那再来是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听得比较少的 叫自主对应网络 有点饒舌 那基本上它基本上也是一个 做一个分类的动作 你看像 我们看右边图就好了 那每个绿色基本上都是神经网络 那这是黑色的点是它的data 那它会经过训练之后 把神经网络源 对应到这个data上面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data这个神经网络源 对应到某些群聚的data 那可以去做分类 那之后我们再把 可是它分类是什么 它属性是什么 或是它代表什么 基本上我们是不知道 它是个黑箱 那我们再把它拿出来看 这可能是属于哪一个东西 那变成是我们在后面做解释 那主要它的分类方式有这两种 一个是从监督和非监督 到底我们有没有标签化的资料 那监督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 类神经 现在其实有很多方式可以做训练 那再来非监督 也有不同的统计方式做训练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用这几个方式 来去做AI的一个资料处理 好 那像这个 其实现在坊间上的 AI的学习套件其实非常非常多 像SizeKit 基本上这个是Python的一个软体 套件 基本上你可以做 刚才讲的所有的分析方法 像什么 有些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 K-min这些东西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都可以看到 那只是我们现在到底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说没有标签 我要做资料分类 然后之后做判断 那我可能就要用从这个套件去找 合适的方法 那如果说我们是要做训练式的 有标签的 那甚至说因为现在 这是Google出的TensorFlow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套件 那它的 而且它的处理效率可以用到GPU 因为资料量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可以用这个套件 那只要想得到 坊间能够看到的训练软体 基本上可以在这边找得到 那这个好处是说 我们减少我们自己的开发时间 我们针对我们需要的预期的结果 然后训练的资料来去做调整 所以基本上可以从这两个方向着手 那先决定说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训练的方式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说 在先从监督室学习 那刚才有讲三个地震的定位 就是地震的挑拨 然后地震预警 然后再就是游戏的探勘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这些 这是我们的真实的data 那这是花莲地震的 在这个十几二十分钟的资料里面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的地震波 那光用人去挑拨基本上非常非常的久 那我怎么用AI的方式来去做挑拨呢 OK 那其实我其实必须要说 其实像这个监督室学习 你的标签化资料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 像刚才这边 刚才其实有讲 其实Google基本上非常聪明 用密码来绑大家 所以你变成是说 我登录密码不只要密码 还要插说你是不是机器人 所以你才去点说 这个是路标 你就点点点点点 所以你告诉他这个就是路标 其实你在帮他做标签化 那甚至说这个 相信大家在登录密码有看到这个 这个是数字 还有是英文字母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在帮他做标签化 所以这个是 Google是集结全世界人帮他做标签 那我这边基本上只有我这个实验室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 即使说你有AI的方法或是技术 基本上你前面的 前置化的大数据的资料 标签化分析也非常重要 那甚至标签化的质量也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准确的标签 基本上也是非常重要 才不会真的是垃圾进垃圾出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flow 基本上就是一个套件 那这个套件基本上 那我们是要发展说这个要有多强大的计算 AI的计算方式 那重点是我们现在把刚才讲TensorFlow 这个东西放进去 那等于是说现在只要坊间有出新的 或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AI训练模型的话我们就可以置换 那其实整个监督室学习不外乎 我现在需要资料搜集 那资料搜集 包括大数据还有一个有标签的资料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挑拨 或者是甚至说图形辨识上面 到底哪些长相是 比如说狗来讲 狗的千变万化 那我们把它先标出来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去做训练 这样它的才有它的多样性 那再来就 这个再来做资料的前处理 像比如说图形化它必须要有一个 字式的pixel 那像我们有字式的地震的长度 做资料处理 然后再做训练 然后最后再看我训练的model好不好 然后最后再做产出 那产出像地震来讲就是 我现在挑好的地震波 我就可以做定位了 所以这个是地震波定位在这边 那最后其实还要回到什么 人为的检测 人为的检测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我现在的参数到底是 好或不好 或者是说我现在可不可以把 现在心跳的东西放进去再做训练 所以这是一个循环 所以虽然说是AI 可是人的介入 最后的介入基本上还是必须的 那可是这个人的介入 基本上是非常重要 是要有经验的 对于这个资料有经验的人的介入 所以这个其实是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经验 你越来越把一些 相对于标签不好的资料放进去 你也慢慢的污染你这个AI的训练的参数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必须要提出来的一个 一点让大家可以知道 OK 好 那刚才其实讲说 类神经网路的拆解基本上其实很像 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维的地震波 南北向还有上下的向 那我可以把 用类神经网路把这个拆解 可以把说刚才讲的9 可以拆解好几个小线段 一样的 我可以把地震波拆解好几个小线段 然后再把它聚合起来 可能是有一个 类似像它有不同频率 那最后 我有标签化的P波有S波 然后N是造讯 所以它可以类比到说 这个你挑出来是P波 对了 然后这个是S波 然后这个是杂讯 所以慢慢它就可以分门别类 把这些东西分出来 那它有不同的情况 像我们看这张图 这红色都基本上都是P波 可是你看P波基本上行为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它的 第一个它的规模不一样 它可能阵源不一样 然后甚至它的应该说 运阵构造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地震发生 我在这个侧站是在 以台湾为例来讲好了 我一个地震它可能是东部所发生的地震 和西部所发生的地震 它所产生的地震波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可是它都是P波 那我要必须要能够 有效地去Capture 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在这个labeling data的时候 基本上你还是要有这样的含义在 你需要这样的东西让它训练 你才能够去准确把这个P波抓出来 所以光看这个资料 基本上就是 光P波的形态 基本上也都不一样 OK 好 那这是我们一个实际的训练过程 这是一个 我们实际的资料 那我们可以挑P波 那我们让下面这个开始学习 那刚开始学习 它这个是一个学习的train 橘色的 那我们目标是让它变成是一个 一条说 在这个地方是P波的道石 那这个上面是几个循环 然后是慢慢的做训练 那你看说慢慢的 它本来是 这个其他觉得这个可能都是P波 可是你经过几次训练 告诉它这里P波在这个地方 那经过几次iteration之后 它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地方就长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算学习完成了 那学习完成之后 这个是我的model 就是我在整个类神经网路上面 它基本上有很多不同的权重参数 它的model 那这个就可以开始 下次我就把我的位置资料丢进去 那它到底是不是可以把这个P波批出来 那我们最后再看 那这是一个相互循环训练的一个过程 OK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也就可以成功把这些地震 可以慢慢挑出来 那可以看我现在放的是 其实是两篇主要在世界上比较重要的P波 那这个P波基本上就是Stanford的团队 他们所做出来的 这个是2019年 他们在做 左边是2019年在做加州的 然后右边是他们在做全世界的 这是2000年 那是2001年基本上有一些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基本上是正在发生 而且是慢慢的整个你可以看到 资料库整个都是在做革新 那这是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也是今年也开始做 然后也有成功的完成 那其实这个你可以想像 你地震数目基本上 如果经过AI 它的地震数目会相对增加非常非常多 那增加非常多代表说 它基本上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了解 基本上就是会不一样 那或许有些人知道 在地震学有一个叫B value 它所代表的是说 在这个区域 它地震数目的规模大小 它有一个斜率 那可是如果说 我们现在把这个地震数目 重新更新的话 那代表说 这地区的B value 它基本上就改变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是从根本上 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地震活动的了解 基本上都完全更新了 那这是从基础 那到后面的比如说余震序列 它的整个能量释放这些什么 基本上都要重新再改观了 那这个其实基本上 我觉得现在正在发展 而且是以后可以发展非常多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OK 好 那接下来做地震预警 这是我们现在 其实今年才刚开始做的一个 一个尝试性的方式 那传统的地震预警 基本上就是传统 我可以定它P波 S波 然后把它的阵源算出来 那阵源算出来 我可以算规模 那规模很大 那我可以预估 比如台北的震度 比如花莲发生地震 规模6 那我可以预估 在台北它即将可能有震度4的发生 那可能在30秒之后 那我可以发出预警 所以你可以想像中间其实经过什么过程 我需要经过某种的equation去算 它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再去算它最大震幅在哪里 那我可以照规模 然后就会告诉说 在台北它可能会产生多大的震度 所以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计算过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某种程度AI的方式 告诉我们说 我只要在附近的地震 或收到它的波形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在台北或在台南这个地方 它可能产生的地震震度 OK 这是我们目前要做的 那这个是 这是一个德国团队 所以基本上朝向这个方向做 那它做的方向其实 还是回到最初 你原始的资料的涵盖度 必须要够 所谓够就是说 我现在的地震的分布 其实是很多的 规模大小也基本上都有 那我可以知道说 好 我现在可以读取它 比如地震发生的时候 在附近测站的特征 地震的震波的震幅 或它的震波形态 那我基本上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规模是多大 这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那我就基本上就 就省确说我去算它的 正元位置 甚至它的规模是什么 我基本上从它的地震波的 前几秒资讯像这个 左边这张图 我只要能够 从这几个车站 detect到这些波形 那我可以中波形 基本上某种程度 是跟过去的经验 我可以知道说 它可能这样的波形 是会造成多大的规模 基本上我不需要知道 它可能程式已经 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已经多大规模 我就可以发出预警 所以这个中间 基本上就省了很多计算 那我们刚才其实在 最早有讲说 看能不能从10秒到5秒 那事实上是非常非常的挑战 那所以中间就是经过 我这个大概知道之后 我可以开始预估 每个车站的PGA 就是最大的地震波强度 那就可以发出预警 说在什么地方 它可能有多大的1%的G 就是它的重力加速度 甚至到20G 20%的G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 我可以从初始的 几个地震波的资料 然后去预测说 后面在其他地方 它可能产生了地震波强度 所以这个慢慢的 基本上 大家也都在朝这个方向去 去做计算 还有朝这个方向走 OK 那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个 除油层的预测 那刚才讲说 除油层的预测 主要是 这个是 我们叫属性资料 就从三维政测 然后可以把 三维政测里面的震波资料 把它拆解出来 可能它有密度等等等等 或是震波的强度等等的讯息 那再根据这个 然后还有我们的颈测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三维区域里面 有三四口颈 那三四口颈里面 有一口是成功的 其他四口是没有的 那我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成功的油颈 在某一层 它是有油的 那我是可以回归到 其他的地区可能是有油的 那这个在回归过程中 基本上是有它的复杂性的 所以像这张图就是 基本上它的资讯其实非常非常多 那很多都是要变成是 从经验上去做判断 那我们看可不可以用 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 把这个资讯呈现给地址师 让他去做最后的判断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 跟油公司合作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做三维政策 这个剖面的时候 受限于它 因为我们振波打进去 它有它的频率 频率是限制的 那频率它基本上是 它的解析率大概是四分之一个波长 我们先大概知道一下 那我们假设说 我们先非常简单假设说 它的那个整个振波 它的解析率大概是 220英尺到110英尺 这是我们能够打进去 然后可以收到地震波的频率 当然越高越好 可是频率太高 它基本很浅诚就消散掉了 所以这个大部分可能就 200到100英尺 这是我们的解析 可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碳油这么久了 而且慢慢的 大的油田基本上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就慢慢朝小的油气层去做探索 那这个公司主要的想要做的是说 我现在想要探索 20到30英尺厚的除油层 因为他们已经有钻到了 我怎么样从警测 还有三维政策的资料去做判读 OK 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 好 那这个是一个资料 这是因为是有机密性的 所以我把它显示出来 后面的黑色的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三维政策 你看一个波长 非常长 就黑色其实非常非常宽 那可是从警测资料 可以看到它有好不同的资序 1 2 3 4 5 6 它可以拆解六个 因为警测它的解析度可以升到公分 那我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 因为我知道警测在某个条件状态下 它是有油的 那我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 把这个油气层可以捞出来 好 那这是我们已知的 那我怎么样从这三维政策剖面 去把某个地方可能是有油气的找出来 然后去做那个钻井 那这其实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像在做钻井的时候 其实某种程度上有点像赌博 像这个有些案子是 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知道说 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的位置可能有油 可是在什么地方有油我不知道 好 那我们大家合之 把这个地方先做三维政策 然后有做几口钻井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预测钻井 比如说我现在钻这一口井 我有五家公司 大家你要投资多少 那以后赚的钱 就大家看投资比例来做分配 所以这基本上有点是像 半赌博 半投资 那如果说你能够用有非常好的方法 你可以算出说哪边是确实有油的话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省掉非常多的猜测 那你的准确率也会提高 那基本上就比较容易赚钱 OK好 那这就回到说 我们到底要用监督室或非监督室 那我们现在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先从 我们先把属性分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 三维警测有哪些的属性 然后怎么对应到警测 那因为我们现在警测知道 确定哪地方是有油的 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去 回推到其他三维警测 所以我们先把它做 整个三维政测的资料 去做属性的区分 把它先做分类 所以这个是非监督室的 OK好 那我们先做PCA 所谓的主成分分析 因为我们的政策 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属性 密度等等的一大堆 那我们先把它主要的 主成分挑出来 OK 那挑出来之后 我们只挑了 基本上它20几个 我们挑了13个 然后之后再做SOM 把它挑出来 再做分门别类 那一分门别类之后 好 我现在知道说 这个三维属性的SOM 分门别类的位置在哪里 那可是我这警测 也知道说它的位置在哪里 那我是不是可以 把它相对应的点画出来 好 那这个基本上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点 大概在这个 这个剖面的地方 那紫色 这个红色的垂直的 基本上都是紧 那这紫色就是我们预测 它可能相对可能会有 产油的 那这个就已经小于 我们的四分之一Lamb 就是我们的政策 可以解析的一个解析度 那这其实是根据的 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超越物理的限制 其实我们是从其他的资讯来辅助 然后去看说 这个可能大概的位置 大概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基本上预测 大概两口井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就看说 到最后如果真的有钻井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在 在这个位置上面 OK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现在可以看到说 这个其实都是刚开始 不管从我们 刚才我介绍的paper 也大概就2018 2019 这是三四年 然后我们在这边做 也大概就这两三年 真正开始实际应用到案例上面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一直在发展 而且可以想见的 后面的数据上面的处理 基本上我们现在还没真正到 后面大数据的真正整理方面 还是偏向于这比较 比较 只能 我能说 算相对粗浅的一个 一个机器学习AI的方式 后面还有很多路 还是可以要走 OK 好 那这个是我们在 其实在这几年来 其实 我们其实做的事情就是追证 那这个 我说追证四部曲 是从我们资料的布设 然后截取 然后分析完之后 然后甚至到最后 我们用AI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这其实都是一个 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路程 那也是需要相当的耐性 可是我觉得说 这个资料一处理完之后 或一整理完之后 后面其实应用层面就非常非常管 OK 好 那我今天的 分享先到这边结束 OK 谢谢大家 好的 那现在进入到我们的 问与答时间 然后我们 网路上有一些网友提了问了 那我念一下问题 就是第一位是说 请问老师刚刚说到 在台湾东西部的地震波不同 让刚刚有一张图 却是两个不同震源的P波 跟S波放在一起 请问这样比较的意义为何 可能我解释上没有太清楚 刚才讲说 其实东西部是举例说 其实像比如说 震段层和力段层 它本身波像就不一样 然后有一张图 我可能想像是 你应该看到我一张图 里面有好多地震波 那就是说我们实际 看到了地震波 可是我们看到地震波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哪里来 它是可能混在一起的 那所以我们在挑波的时候 基本上你会不知道说 到底是东部或西部 可是它来的波就是一连串 因为同一个侧站 收到的地震波 就是一连串的 那这个波像 因为它来自不同的地方 所以它P波的方式 或者X波基本上都会不太一样 那回到说 机器学习方面 你必须要说 好 我现在有这样的基础资料之后 我挑过之后 然后回到训练 我就可以把这样的东西给挑出来 P波挑过X波挑出来 那甚至我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东部来或西部来的 对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我希望没有理解错你的问题 对 OK 好的 那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问说 请问怎么样算 把P波正确的挑出来 怎么样的误差可以接受 谢谢 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刚才跟主持人在 在那个刚才休息的时候在聊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经验性的东西 然后 其实 我刚才在其实在 在分享的时候 有分享那个公式 怎么求解那个公式 那公式有一个V 地下振波的速度V 它是变化速度非常非常大的 那其实有时候 因为我们在 应该说是正常在 例行的工作上面 我们现在的挑拨很多都不是专业 所谓不是专业 不是本科生 可能是研究助理或行政助理 来做这个事情 那他会追求一个 数值上的残差值最小 那数值上的残差值最小 去fitting那个V是最小的 V 用那个错误的V 去做那个挑拨 所以那个可能是 会造成残差值看起来很漂亮 可是你挑的是 波是错的 那你说怎么样去挑 准确的波 基本上 要从很多的 地震波的经验来去看 那像我真的 我老实讲 我真的在 可能一两年在 西洋里挑波的时候 基本上 都还是需要人家 最后面做校正 靠出波到底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挑在这个地方 它其实有它的道理在的 那等到真的训练完之后 一两年之后 你真的那个波才是 慢慢的才说 有感觉 甚至看到波 你就知道说它是东面 哪会西边来 那个是 我觉得那是非常惊艳的 那所以说 挑拨的人 还有那个经验 基本上是 最后还是要存在 因为他要做QC的动作 所以最后最后 虽然说 庞大的挑拨人员可能 会不见 可是有专业 有经验的人 那个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对 OK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想请问类似地震 例如说震源相同地区 地震的坡形之间 是不是会有一些相似的形状 所以这里的形状 应该是指那个坡的形状 对 应该是 其实说 这样来说好 所谓类似的地震 就是震源趋向 我们叫 运震构造相同 那所谓运震构造相同的话 那震源极致也就相同 那它产生的地震波 就会相类似 那 一般来讲 它可能规模大雅差不多 波像其实都差不多 可是如果说它规模太大的话 我们一般可能 5以下都是点震源 所以它地震波会很单纯 可是你到那个 虽然是同样的一个破裂面 它到6以上就变成面破裂 它变得相对比较复杂 所以小的话 在同区域 基本上就很相似 可是在大的话 可能就是 它的复杂性就变高了 对 大概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 那在这里我想要就是多延伸出来 就是说像台湾这样的地方 我们当然会说 我们大部分的地震 可能是集中在什么 宜蘭 然后花东那边 就是那个板块之间 那 老师你刚刚提到就是 小的地震譬 比如说5以下 那它的是算是点震源 所以就是波形会差不多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 在台湾都没有遇到一个大的地震 或者是说 这个助理 这个新人刚进来的时候 他刚好就是这一年 或这两年 还真的都没什么大的地震 那其实他 就是变成说 他可能都面对那些相对简单的波形 然后在挑的做的 就是好像上手可能就蛮容易 但是当他遇到大的的时候 是不是他开始就会面临一个 这是一个他没有遇过的状况 然后 然后他 而且那个大地震来的时候 就是乱七八糟的事情 乱七八糟的震对一大堆 所以 所以他反而是 会 会变成说 他在就是处理这个震源 或什么的时候 是非常困扰的 那所以是不是 其实应该是 在配置上 就不是只有一个人 在做这件事情 而是 你这件事情搞不定 那可能有 比较资历比较深的 或者其他的 就是这个 资料分析组里面 有其他的人 就是一起来 同时间投入来 运作 对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就是有经验的非常重要 然后其实 相对来讲 大地震好挑 因为他的 他刚开始的脾气 非常非常的sharp 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个 即时 强震网 他基本上就是我们 我们刚才 常常收到的那个 即时警报 那个很好挑 甚至自动都挑出来 反而难挑的是 那个小地震 因为小地震 他 我们的背景杂讯 本来就在那边 然后你忽然来的时候 基本上会不知道挑到哪里 那可是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 就是说 其实大地震 大地震来的时候 就后面一乱七八糟的余震 那是最难的 甚至有经验 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难的 所以 这个就是变成是 你要需要 某种程度上面去 先把波挑出来之后 再用后面的方式去 我们叫那个 关联性 就是地震关联性 去算它 相对距离说 它可能产生在什么地方 然后把这些 地震的地震波 算成是同一个地震 对 所以基本上那个 那个其实是非常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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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七八糟 那个其实余震非常非常多 那其实我觉得我是相对来讲是很幸运的 我都遇到好的一个Mentor 就是很好的老师 他们对地震的波的资料处理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会告诉 而且他刚好也遇到921 之前我们在那个气象局就是 有一位张建勤老师 那他现在是在我们 中央当兼任教授 那他基本上就是处理921的 所以你就看那个地震波 他 那个是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您在1999年的时候 就是大学毕业 然后之后就进入气象局 因为G9999刚好就是921的时候 所以你刚好就是面对那个巨大的地震的 那个那一次 然后有一大堆 是那刚好是那个时候吗 然后你进入气象局的时候 去处理那些余政的事情 这样吗 我还没处理到 1999年是我刚好大学毕业 后来念研究所 OK 所以真正到那是2002年 那 该处理都处理完了 那个应该我也处理不到 OK 了解 我太菜了 我也看不懂 OK 余政的部分 所以就是余政的部分 它的那个波形 那个部分是非常难搞的 对对对对 非常难搞 可能一连串都糊在一起 对对对 它可能一个event里面 就夹了好几个小地震 是 对对对 那个是不容易的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 我还有提问说 请问关于地震预警的部分 做地震特征经验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也受到了震源地域的限制 例如说花莲附近的车站 只能分析跟预警 来自花莲的地震 其实真正 其实还是要回到机器学习本身 就是说你的那个赤绕量 有没有代表性 就是说我现在整个台湾区域 如果说你的地震一直都来自 比如说东北外海的 那你当然花莲来的地震 基本上是没有它的那个代表性 你根本没办法去预估说 它到底会产生多大的地震动 所以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东西是说 好 因为现在毕竟大规模的地震 是相对比较少的 然后小规模地震比较多 那变成说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大规模地震 权重增加 那它训练的时候 它会不断去记忆说 这个东西大地震来在什么地方 会相对比较好 可是如果说没有发生的话 基本上还是有它的问题存在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 这没有data让它去学习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未来将要克服的一个问题 对 好 那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老师 像地震挑拨在监督室学习底下 仍然需要回到人为检测 是指人为检测的人员 还是要有自己的经验 然后检查AI做出的判断是否正确吗 谢谢 OK 其实现在这个是反而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实验室想要朝的一个方向就是说 除了人为检测之外 我有办法用非监督室学习来判断说 这个资料到底挑的这么正确 它其实有很多的 应该说是一个指示参数 比如说我现在挑的不正确的话 它的地震的位置会偏掉 所以我就知道说它这个波向挑错了 或者说定出来 某个侧站 它的残差值变大了 那代表说你可能也是挑错了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假设 假设我现在的 资料base 大数据资料是对的 所以训练出来是对的 那当它有一些BIOS进来的时候 它挑错的时候 它会明显的被挑出来 像我刚才讲说 我们在地震定位误差有 人为的 有GPS的 有速度的 还有那个 另外一个忘记了 第一个 污染忘记 没有 針对这两个 就是GPS的 GPS误差基本上也是可以做 因为它时间跑掉之后 它虽然挑对了 可是它的时间跑掉之后 它还是会再残差值显现 所以我可以用非监督式统计方式 把这个东西挑出来 那人为 我们现在想是说 好 我现在可以用非监督式方式 把它变成是一个图表 我就可以用相对客观的方式去判断了 所以我想说 后面的QC是在做的事情 把人的行为降到最低 然后你可以去用相对客观的统计图表 来去判断这个事情 某个程度上也等于是说 就是反正机器先把 就是AI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完了 然后他把那个就是 然后他可能列出一张清单说 这里好像有错 或者说人可能是瞄个两眼 对 你的确这些东西都是错的 或者说这些的确也是有问题的 然后他可能错误是来自什么地方 可能也许再去修正 那其实我好奇的就是说 因为地震当然在台湾是一直在发生 然后如果是这样子的就是 AI的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程式 那他其实应该是刚开始训练 当然就是以过去发生的地震的这些资料 然后开始不断为他不断为他 然后就是让他去生成一个就是 有点像训练他让他变得聪明 对地震这件事情 然后今天也许觉得他可以升任了以后 就是新的新的地震来了 那就是交给他办理这样 然后万一就是有哪一天出来 来了一个譬如说 好比说是印尼那边的地震 那这个是好远的地方来的 所以很少很少有资料 那但是他够大 所以这个震波传到台湾来 那他可能就会 他可能就会给出一个有点怪怪的 的结论或者是说就是歪掉 就像老师刚刚讲 因为我们的地震 是在这里通常都是监测周边的 然后他如果是很远的话 那那个时候就再去处理说 哦好那这个是一个特别的资料来源 然后他的资料类型不太一样 所以再让他有点像是一个 额外的训练这样子 那所以说这样子的做法 老师觉得说这个 这个到最后做到后来 因为其实这是训练 我是这样想 就是说这是训练AI 那其实人的训练也差不多 所以到最后会不会是 现有的就是大师们 就是对于地震叛毒的这个事情 就当然都已经养成了 但是 就是新入门的这些菜鸟 然后他就变成说也不需要他了 那中间会不会到最后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五年后十年后 如果大部分的这个事情都是AI在做 然后会有这个人才的断层的可能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其实应该是说刚开始的训练必须要有 等于说我们在进入研究之前 因为其实我们看都是地震波 所以你这个东西训练一定还是要有 就是说好 比如说当兵你新兵训练一定要有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 你之后才分发其他单位吗 所以这个我觉得基础训练一定还是要在 就是我至少是看过那个波形大概长成什么样 然后它的波形怎么样之后 你以后看到它训练出来波形你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跑不掉了 其实我讲一个比较实际上其实也是发生 就是说像我除了讲地震之后 还有讲那个石油炭炭的政策 那石油炭炭政策基本上也是很 很吃资料处理这一窟 可是你不知道资料处理中间的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做后面资料解释基本上就有很大的问题存在 所以这整个训练基本上你还在前面 你还是要做一个基础训练 你知道这资料本身的问题在哪里 它怎么来它的解析限制在哪里 我刚才讲说四分之一波长这些东西 你根本不知道说你到底处理资料 是什么样的一个频率的话 你怎么去解释说我到底要预测多厚的油层 或是什么样东西我是可以解释的 好那下一个问题有同学问说 他是台大国契系四年级同学 然后他想请问老师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地震资料处理上面 未来面临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除了应用在油层探勘之外 请问未来哪些产业有应用地震资料探勘的技术的趋势 OK 地震资料处理的挑战 我觉得其实还蛮多 我们现在其实讲简单一点 我们只挑了P波还是波 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 事实上在整个地震波的传递 它其实有好多种不同的波像 那个东西我们都还没去摄入 对对对 那其实上还有整个 我们现在都是看那个 至少我现在能够做的 现在还是只有到时 可是它整个波像 整个波串 它所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还讲说它本身的所谓的衰减 就是我遇到地球的经过的时候 它的波像怎么衰减 这很多里面的 波像里面的物理参数 基本上我们还没做 那怎么去把这个东西截取出来 我觉得是后面反而是要跟 我觉得是像类似像 资工期或是统计方面的 专家们去讨论说 我现在要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要 波像某个物理参数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它解释出来 我觉得这是未来 反而是要跟其他人 去做异业结合 那个我觉得是一定要的 那第二个是说 非常非常多 我举个例子 像现在不是 大家一直在讲那个零碳排 然后绿能 那这个 这个所有 这几个产业 基本上都跟我们的地震有关系 比如说 讲绿能好 绿能像比如 风力发电 然后地热能 这个基本上 从风力发电 你就需要地基的稳固 然后下面有断层 这个基本上就是 你需要断层的地震的测量 那再来就是 地热 那地热有钻井 那你就有诱发地震的问题 那诱发地震 这个基本上就是小地震 就等于是要 挑战你到底能够 侦测到多小 或者是你位置 刚才讲地震位置 基本上就会非常非常的 critical 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这个 以后就进来 那你怎么把这整套 变成半自动 那就是变成是 你的AI技术 就要进来了 所以这个未来其实 是非常大的 应该说一个大的产业 一定是看得到的 对 那这样子说的话 老师刚刚讲的 这两个产业 我大概可以理解说 他就是往 反正往地下走的事情 大概就会遇到 就是需要用到 这个地震资料探勘的 这个技术的东西 那只是说 老师能不能给我们 一个尺度 就是说 如果你要往地底下钻 多深 可能就会开始遇到 就是会需要 就是这些事情 因为 我刚刚第一个想到的是 因为我之前在废弃物处理产业 然后你知道 台湾常常就是把废弃物 埋到土里面 那这个坑挖的深不深 就是另外 对 这个坑可能挖个 不知道 十几二十公尺这样 那 这个尺度下 他会有这个困扰吗 还是说十几二十公尺 不算什么 我们都是要搞到 就是几百公尺 或是上公里的 才 才会需要用到 这个地震探勘资的 这些 其实 对 我们现在主要 像比如讲 地震探勘这些 应该都是会到 类似近公里级的 因为那个 它的地温梯度才够高 那几百公尺 基本上你可以看说 它压密整 它是产生的 破坏劲 相对不容易 对 所以我们现在针对 类似像公里级 这样的一个 一个监测方面的东西 在做 对 了解 那所以也就是说 像比如说 刚刚风力发电这种状况 那只是说 比较像是要了解 那里的地质 是不是够稳定 它有没有什么 我们还不确定的断层 经过或者是说 容易破裂的地方 因为就我的理解 虽然风力发电 那一支很高 可是它在地底下的 这个地基 应该也是 没有到公里级的 它定多就是 几十公尺深 也许 我不确定 可是你还有贺重 是 对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风力发电 都是在外海 对 所以它那个外海它的 比如说它泥的compact 接下来它对整个 岩城 岩盘的那种 那基本上都是一个相对 应该说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样 对 尤其是说风力发电 那是一支 那它那个地基 当然不会做太大 所以那么一支的 就是有点像点状的 这个压力 也许对于那边的 地质上面的这个 就是有点像是 又跟针这样戳 会不会到时候 造成了某些 无法预测的 因为其实像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像我们甚至 新建水库 水的贺重 都会诱发地震 对 所以这个基本上 你可以想到在其他地方 你只要贺重 基本上也是会产生 这样的现象 对 所以这个不只在 感觉上其实一直 大家会觉得 这个好像地震定位 好像非常的 传统非常的 非常的早 可是你看 现在用到就很多 因为它就是代表 一个小地震的破裂 那你怎么经营这个技术 让这个地震定位 精确 然后又可以自动化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 未来一个前景 对 好 那有位 有位 听众又再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想请问 刚刚讲 除油构造的预测模型 准确率是 20到30% 是因为 这个构造存在 但是里面没有油吗 还是 还有哪些因子 可以提高准确率 这个问题 其实非常非常好 这个 应该说 构造就从 我们从三维政策 抖面可以看到 它可能是一个 背斜 或是一个断层封闭 这看起来 可能是 可是有时候 常常钻起来 可能它不一定是 就它因为 它的构造 有时候 因为我们的判断 有时候会有误差 对 那甚至说 好 我现在判断它 确实是一个背斜构造 它是赶紧 那赶紧为什么 它可能温度太高了 就是它不符合 所以它的因子其实很多 所以为什么会造成说 我们的真正钻井之后 它成功率可能10到30% 因为它位置太多 甚至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钻 你在附近地方 同样的构造 不一定会有 那这个 它一个温度控制 一个构造 控制 所以这基本上造成说 你这个不确定性 变得非常非常高 那反而是相对来讲 就是我刚才讲的 那个政策属性 它其实非常多 它一大堆 那 因为有些人 他的判断 就是想挑哪几个政策属性 觉得这跟油 是有关系的 那是经验 可是如果说 我们现在可以提供一个方式 说好 我现在 把这些东西都有效率 有系统 或有统计方面的东西提供出来 那告诉 这个可能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再做判断 那基本上 就是相对的客观 相对的多数据去做这个事情 那可以提高他的那个 判断的率 对 准确率 那倒是 讲到油 我就想到说 最近 这几年 因为大家都说 这个石油开采 已经开始到美拉大的油井 已经就是 油层已经没有 所以现在大家 就开始往那个油业岩去 去开采 那油业岩的方法 也是一样 可以靠着这些政策的 这个去预测吗 对 其实方法都是一样 你只要做 任何的地下构造 基本上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做的 OK 对 都是一样的 好 但是我想他可能 因为油业岩是油跟业 就是油夹在石头里面 对 就是那个target不一样 对 他的那个 看的那个政策波向也不一样 所以他等于是说 我看的东西是 比如说他的频率 或者是他的政府 基本上是会相对不一样的 对 那不晓得 说在如果是 一般这个传统的油层 跟这种油业岩的这个 油库 那他的这个准确率 会不会有 就是有没有哪一个 比较容易预测 油业岩相对比较好 因为他是一整片的 所以他基本上 他是就是整个一个大的 因为他夹在里面 所以大概知道 他的那个分布层 基本上相对就是 比较容易的 像德州或是 纽约州东部 像我之前读的那个地方 基本上他们有发现 可是后来 因为是那个污染的问题 因为他要注入 那些化学物质的时候 大家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对 所以后来就 不了了之了 而且在开采上面应该 因为好像说他是 我知道其中一个方法 是不是用水灌进去 然后水破裂 对对对对 然后再把它挤出来 还是什么样子 对他就是水裂嘛 然后就是可能灌一些 那个化学物质在里面 所以 处理起来应该会比较 然后这个又是 又是地震产业来了 因为他会破裂 对 然后他可能会造成 某些地方的那个 flexure的发展 所以他们 引发地震这样 对对对对对 了解 所以地震无所不在 只要搞到地底下 大概就会出现 对对 好那下一位 呃学员问的是说 请问 老师这个地震资料分析师 在label完资料之后 会不会就失业了 哈哈 大家最担心的事情 这个呃 应该是不会是 不会是个呃 应该是说 人会精简 这一定的 就是跟传统产业一样 人会精简 但是你会不会失业 其实还是不会 可是你变成是 你的专业度要够 你要怎么去判断这个 呃地震波形的专业度 就变成是 你要提高你才能够跑出来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你还要再增加说 你怎么做资料处理的经验 那这个就是你的AI的东西要进来了 所以变成是挑战变多 这其实在各行业感觉都是这样子 你的传统产业 如果说你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你 你基本上你的 可取代性基本上慢慢变高了 对 那你必须要在 进修某个方面的东西再进来 对 我倒是觉得说像刚刚跟老师这样聊啊 我当然也在想说那这个资料分析师 或者说菜鸟 菜鸟他前面有一座有一个假人 他有一个AI就是可以帮他搞定这些事情 好像菜鸟就会没事做了 但是赵老师刚刚那样讲 的确就是基础的训练完了以后 我的想法会是这样 就是你得要先证明你比AI好 某个程度上是这样 就是AI那个墙就是在那里 然后你得要证明你是能够超越它的 然后你能够看得出他在干什么 那那当然就是 嗯 对就是就是人力就会精简 因为因为以前可能大量 耗费人力在做的事情 就是现在就是AI帮你做 但是只要在这个部分是有 大家有投入 然后有天分 然后也努力的话 只要能够确定说 我的确是比AI好 因为AI是一个就是 你也可以 就是说这是这是一个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导师好了 或者是一个前辈 可是这个前辈不是 是你可以去修正他的 所以也许你不是在能力上面比他好 而是你知道怎么样使用这个前辈 或者是说这个前辈有哪些地方 还没有补足 但是你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补足 那这都是未来 应该会 对就是就是 大家可能就不再是那个 我已经做了20年这个东西 然后我非常的熟悉 而是说AI在这里 然后我的能力要不就真的比他好 要不就是说 我知道这个工具怎么样可以更被我优化 那这等于是另外一种算是 导师的调教师这样子的想法 对 对对 主持人其实说的蛮好的 其实到最后可能会变成是说 我怎么去 所谓调教是我的QC 然后我怎么有效率的可能后面 在我的想象呢 后面可能出现很多统计图表 你要能够看得懂 这统计图表所代表的意义 那你就知道说 这个问题是在什么地方 那可能你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你还是要之前的那个经验之后 才知道说 好你这个可能是 譬如讲GPS跑掉了 那造成说这个东西 某个车站 重复性的一直都残差非常大 那代表说这个就是 我就马上就知道了 我其实不用看到微风 我真的 因为我这个已经有经验了 对所以等于是说 我这个调教时就非常多 我怎么QC 然后去看后面产生的统计图表 告诉我说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 我再去做Fintune那样 对对对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说 前面有提到地震的预测 包含了多种数据的参照 有一些是能够利用AI增加准确性 有些没有办法 请问那些目前不适用的部分 未来有可能利用AI来分析吗 地震预测 我想他应该就在讲说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地震的东西是 就是 那我记得说速度的那个 那如果他的 他就是没有办法用AI去增加准确 比如说 我把它想成是说 可能对于地震震波的预测可能不准确的话 那这个来源就等于说 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 这个我们现在的地方下面的构造我不清楚 那我有个办法可以解决 就是我现在用测站的密度来弥补 那测站密度弥补之后 我就可以知道这边详细的构造 那这个我就可以重新的更新这个速度V 那我的增加就准确度说 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位置在哪里 这是一个相补相成的 就等于是说 我现在知道这个位置之后 我可以去更新下面的速度 那这回过头来 我就又可以把这个东西更新 所以它是一个循环的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当然就是就是AI不是唯一的一个工具 所以像现在硬体在地震仪的就是布设上面密度可以变高 然后地震仪的感度可以变高 或者是说也许地震仪布的方式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是侦测的工具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有人突然有很多钱 然后就快狂打井也许也可以直接去理解 就是地下的这些地层的实际上真的看得到 或者就是就是就是知道说那边的沿层的状况 那这些应该都可以回头过来再去提醒说 我们对于这个地方 或者说就是这边的地质的了解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修正优化这个模型 比较清楚吗 对对我觉得这是不断的一个一个优化的过程 那我觉得至少对我自己的愿景来讲 我想说我到底我刚才讲说我们现在地震定位误差 大概三公里左右我到底可以弄到多精确 我到底要怎样的的比如布站的方式 或资料处理方式让这个东西变小 那当它的那个精确度变变好的时候 我就可以慢慢跟真的才能跟地表的活动断成对 要不然现在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那个可能就到另外一个断层去了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我觉得是可能大家可能要慢慢有一个想法说 这个其实每个地震发生的时候你要对到地表 基本上它有的一个没有办法真的那么的的衔接性 这个就需要比较小心一点对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 请问老师提到的物理环境模型转化成数据形式的时候 是以什么格式存取 在有大量地震波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用AI去模拟在相似或类似地震发生的时候 能够更快辨识并加速地震预警的速度 什么格式存取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OK 所谓的物理环境 我刚才讲就是可能 它应该是在提地震预警的东西 那所谓的物理模型就是 我必须要刚才讲去根据震波去算 解方程式去算它的地震的位置 然后根据它的震幅的最大震幅去算它的规模 所以这个等于是一个step by step 我去慢慢去把这东西算出来 那这个需要的是一个时间的运算 就是我要去解这个方程式是需要时间的 那现在所做的AI就是好 我现在可能就是某种从经验 我现在知道这个地震发生过 这个震波这么大 它X波还没来 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大概在什么地方发生 因为这是从经验我学习来的 所以就可以很快速地去做预警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方式 那格式 这个很专业 OK 这基本上现在的 其实我有一张图在讲说 在做监督室的学习的时候 有一个前处理 那基本上在地震界的资料处理格式 基本上都限定的 就是它基本上不是mini CSEC 或者基本上就是这些格式 所以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限定的格式 然后很多系统 现在的世界上的系统基本上都可以去fitting这个格式 这个基本上不是太大我听 对对对对 这其实很重要 这其实很重要 那下一个问题是 地震波会像水波一样碰到无法穿透的物质 然后就反射吗 地震波 其实应该这样讲 它地震波 它可以穿透也可以反射 那刚才我们最后讲的案例三 它其实就是反射政策 就是说我现在的地层 因为它的速度变化 所以它就有反射率 然后穿透率 所以它如果说两个介质它的速度落差很大 它就会产生全反射 就根本下不去了嘛 对所以这个就会产生 就主要是它的 两个物质的速度上的误差 那所造成说它会不会反射的强度 那基本上 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反射强度来判断说 它碰到什么物质 那就是我们可以猜 它这是叶岩 沙岩或是火成岩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 它就我们讲的政策属性就在这里面了 对对对 那我延续这个问题 那会有真的就是绝大多数是反射 然后穿透不过去的这种状况吗 大部分其实都会穿透 其实穿透我们没有收到 OK 因为我们现在的可能 我们看的Value是在这个地区 它穿透之后可能在这边 我们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看的 可是像什么状况 很大的地震 它可能在美国发生 然后我们在台湾收到 它基本上穿透在这边收到 那所谓的反射是我现在发生之后 我在自己美国这个侧站收到的反射上来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地震波传播是 是四面八方的 它有反射也有透射 都有的对 好 那就是第十二个问题 请问老师前面有说过在海外的证员 因为没有测站 所以没有办法准确预测 那如果在测站数量不变的状况下 可能透过AI学习 让结果变准确 还是终究会碰上讯息量限制 必须透过增加测站才能变准呢 这个我觉得最后还是要回到数据本身 AI应该也不是万能的嘛 就是说你必须还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告诉我说让我学习 我才知道说我到底看到什么东西 那如果是没有的话 基本上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 对对对 只是说我想到的事情是 我们台湾不是唯一一个在研究地震的国家 也不是唯一一个有布地震仪的国家 所以我想譬如说 今天如果是在印尼发生地震 那印尼这个那么长地震的地方 应该他们有他们自己 或是外国有到那边去布地震站 然后测证站 所以那边就有他自己的这个 这个地震的数据可以接收 那也许对我们来说 我们离他有点远 所以我们收到的东西可能不是很准 但是他那里反正他会有他自己的数据 然后我相信地震界 因为地震毕竟是一个全球 都可能会影响的东西 所以地震界应该就会 这个消息就会互相互相 这个互通有无 资讯互互通有无 所以我们这边也许没有办法 是不是说我们这边也许没有办法 精准的说那是在印尼的哪个地方 发生的多大的地震 但是反正他会告诉我 事实上现在 其实有叫Iris还有那个USGS 就是美国地址调查所 他基本上就不得这个事情 他们在这个全球都不地震站 所以只要地震一发生 或者是有人做核子试报 他们就 对对对 其实刚开始地震学发展都是核子试报 对对对 所以你只要一有动作 基本上都都侦测得到 所以他目的是就 侦测全世界的地震 基本上你只要发生 基本上都做到 那现在其实他规模到市 基本上都还可以定得到 其实算是蛮密的 那他尽用的方式说 好我们现在台湾可能 我们自有部站 我跟美国做交换站 我有一个站给你 然后你可能几个站 大家就是互通有无嘛 所以其实我们要全球的站 即时要得到的 而且即时要得到的 他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所换来的就是我们提供站 跟他们做交换 对所以这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全球化的一个地震观测网了 对 那刚刚的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 后续的问题 就是说 也就是说地震坡 有机会碰到后面的坡 使能量更大吗 这基本上是 有点像是共振 对那一定有 这其实像 比如说 好像 在很大地震的时候 比如说那表面波 他基本上就产生一些共振 造成变 可是那是非常低频的 我们感受不到 可是你还可以感受到 那个地球事实上 是有在整个在 应该说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 減血运动 对不对 基本上是会有这样的现象的 对 不过这个问题 听起来好像是说 就我的理解 如果他真的是 这样讲 就是说今天在这里 发生一个地震 这个坡这样传过来 然后 当然如果就是这一次 这个坡出去了 然后 这边也没有再继续后面的余震 就算了 就没了这样 但如果今天是 这里有一个震 然后呢就刚好 他引发了 也许下一秒好了 下一秒就是在 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一个震 那这个两个地方的 两个震源来的这个坡 到 比如说倒霉的某个 另外一个地点 就叠加起来 所以就是让他能量变大 我想他可能是在问 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 不常见 不常见 应该那个机率要非常非常小 那反而是大的 因为我们是地球球体嘛 所以你可以 有点像是简弦 就是弹那个吉他会 那种共振性 像是一样的意思 那像这个机会的话 我觉得很小 不是那么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 或者是说就是 如果我刚刚的想象里面 就是这是一个 真的那么大的地震 他可能就是一串的破裂面 然后他就 就是一整团的震源 然后大家通通送出去 所以这个要讲到说 碰到后面的坡 不如说他就是一团混在一起 然后就一起送出来这样子 他应该也是会有时间顺序 比如说我刚才讲说规模大于6以上 他可能是面破裂 那你可以把面 当作每一个是点震源 所以他破裂 可能从这个地方会慢慢发展 所以他还是有时序性的 传到每个侧站 所以他还是从点震源出发 然后变成一个面 然后我们收到的地震波 就变成很复杂 本来是一个波包 然后变成好几个波包 破裂面这样子 然后其实你看到这个波包 其实有可能是这里 对 对 对 没错 对 好那 呃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我想请问老师 就是专家地震波的分析经验 有多大程度可以被量化 多大程度 而基本上 因为我们是做地震学的地震波 地震波它基本上就有时间 还有它的量级 所以 就基本上就是量化的东西了 对 那么就是今天的状况大概到这里 那老师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下个星期六 对不对 10月16号这个 10月16号是两个礼拜后 然后也是两点 然后是张智欣老师他讲的是如何解构转化 与再造音乐 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 那是他是台大自工系的教授 然后也是台大人工智慧与机器的研究中心 那他其实非常有名 他很多书 对 OK 之前有看过 OK 好 非常期待 我想今天的QA的这个阶段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线上的参与 那我们下两周再会 谢谢 谢谢